快乐大本营真的是我录的最累的一个节目了 为什么呢 其实前面一共三趴 前面两趴一点不累 第三趴的最后五分钟 才让我给我累死 他在做游戏 你知道吗 他在里边里做游戏 我全场 全场年轻其实我的 咱家朋友们去的人挺多的 就是一个 像是类似跑步的一个游戏 我当时那么一跑 抬抬抬抬 嗷嗷交混啊 特别开心 我不讲内容 放心我不会剧头的 我不讲内容 我只是说我的状态 不是我的状态 然后呢 嗷嗷交混 我觉得啊 我这么多朋友在那 我可不能打脸呢 我就跑 一阵跑 他没给我跑死 五分钟的一个活动 就是我擦着迷糊 跑死 就是完事之后呢 其实 就是 我坐在那 缓的时候 你知道吗 主持人在那讲话 那正常其实 我应该走到台前面 跟主持人讲话 但是我完全站不起来了 我应该走到台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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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吃 给他 我应该走到台前面 你先到台前面 我应该走到台前面 感谢观看